50岁的女人还需要夫妻生活吗?老夫老妻就不太需要夫妻生活了吗?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男女对于夫妻生活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差异的 这男性呢通常在18到30岁的时候达到一个顶峰的状态 接近40岁的时候开始慢慢的下滑 但女人就不是这样了 当她20岁左右的时候 对于这方面的需求并不是很多 但是一旦到了30岁 40岁的时候会达到一个比较旺盛的顶峰状 而且在40岁之后呢 不会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说呢40岁到50岁左右的中年夫妻们 如果说夫妻生活频率比较低 那么呢就是出现无性婚姻的状态 大多数的原因是在于男方 所以做丈夫的在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 多体贴和关心一下自己的妻子这种需求 哪怕是多一些亲密的行为 亲密的接触 也是有利于你们夫妻之间情感的 聪明男人一招让女人日思夜想 他呢就是黑芝麻完了 民间俗语一斤枸杞不如一斤黑芝麻 其实呀这个话并不夸张 久蒸久晒的黑芝麻丸呢 是加黑芝麻晒三遍 蒸三遍重复三天 更多的好处呢就不便多说了 左下方小黄车去了解一下吧